女生女生因為欠人30萬的債務 讓債主老人跟她抓去 叫他們老母就要拿錢來這裡要放人 老母接著電話 華金報案 警察計算要來付錢 結果拍到知道事情經白空 塞車要來弄警察車 警察跟湯安門都派來抓人 10分鐘來救到這個比海車 紅色的嬌車頭前的褒雷都很吹去 四面的車廳也全部讓人打破 嫌疑就是塞到這輛車來裡弄警察車 最後也是讓人抓起來 讓人撞的警察車 真是兵的頭前整個都都撞下去 事情就發生在背後 街人一個生意念的男人 因為欠債助30萬 對方請人塞車來抓人 還讓被海人的媽媽 約好一串九錢一串要來救人 合格在這個男人的媽媽 電話一個公園就隨意來報警察 警方嚴貌這不是責任 所以就帶他來撫抑 跌跌10分鐘來就已經救到人了 新這個歹徒在跟這個婦人聯絡 警方從旁了解 確實把該車輛尾取款車輛 隨即以身房車來進行包夾 為報的過程當中 閃完心虛 近年塞車來弄警察車 一直到警察將穿牙出來 腳破他的車湯將他撿出來 雖然警方也聯絡到債助 兩個人新聞之後 按照風海自由來上班 兩人想要脫笑 用揮法的手段 刷牙去警察局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